我们被过渡观输亿万年的想法 人被观输得太厉害 他们就会觉得 这是对的 必定是这样 但这样的观点和证据完全符合 科学的证据是提示 世界根本不可能这么老 不可能这么老 必定是年轻的 其实是关系到圣经的可靠性 和神品价的可靠性的问题 绝对是 对于年轻地球创造论者 一个常见的指责就是 你没有证据 但实际上 在你来看有很多证据 而且你今天答应和我们分享其中的四点证据 巴顿博士 这个话题来在世界各地 讲了几乎三十年 可否请你和我们讲解一下这四点呢 好的 就是地球和宇宙年轻的证据 实际上我写了一篇文章 总结了101条证据 发表了在creation.com上 不过我们今天只是讲四条 第一 第一 就是在化石里面的软组织 和蛋白质 第二 就是碳14 这个是亿万年的说法所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第三个就是在亿万年的场景里面 沉蒸物的形成量是不足够形成化石 远远不足够 第四个证据就是沉积层的完好保存 没有受到生物的扰动 因为生物会搞妖那些沉蒸物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四点 好,那我们开始了 请你先讲一下化石中发现的软组织好不好 最先发现这些东西是美国蒙特纳州的马丽史韦察博士 在恐龙化石里面发现这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那是出乎所有人的医疗 因为人是相信亿万年 他是在2005年发表 关于软组织的论文 形态是柔软的血管 他发表的就是这样 引起了牵然大波 在恐龙化石里面发现血管这样的东西 又有些什么问题呢? 这些东西本来应该腐发了 不应该在这里 所有人都预期这些东西 是经过他们以为是漫长的时间之后 应该一早就石化了 讲到化石就是 在矿物质在化石里面渗透 剔换了所有的有机物 随后不会有有机物 绝对不会有柔软的血管 所以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宣称 好,那这个是2005年的? 没错 那是相当近期 没错 他们到现在为止找到的 最古老的例子是什么? 有一些恐龙之外的东西 据称比恐龙重要古老 例如他们找到一些海虫 在化石里面有远组织 声称是有5亿5千1百万年的历史 这些远远比任何声称的恐龙古老 这只是一个例子 不单单是如此 我们还找到11亿年有机分子 碌萝 是什么?碌萝是什么呢? 是的 光合作用需要业绿素 业绿素的分子核心很复杂 叫作碌萝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就是一种在光合作用过程中用到的有机化学物 没错,蓝绿组里面就有 所有植物里面都有这种 菠林作为叶绿素的核心 根据这么古老的岩石里面 发现菠林是意味着什么? 基本上他们不应该还在 因为一组已经完全的碎片 不会留下一点的痕迹 所以有一位科学家这样评论这个发现 乔康布林克斯博士他说 我实在是很惊讶 看到这些分子能够存留这么长时间 哇 他们应该要侧应这一个时间框架 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可能存留这么长时间 还有其他鉴定出来比较紧古老的 不过现在只说这个 好的,那我们在鉴定为数千万年的恐龙化石里面 找到有机化学物 然后在鉴定为数十亿年的岩石里面 找到菠林 我们怎样知道这些有机化学物 这些菠林实际上保存不到这么长时间呢?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 用好像蛋白质那样的发学物 和其他像DNA、RNA的来做实验 你可以这样做实验 你将这些东西加热到不同的温度 一系列的温度值 然后你可以观察它有几块衰变和分解 这样你就可以画出一条数学的曲线 这个大家都知道,很肯定的 而且很久以前已经知道 就是化学反应会随着温度加快 一旦我们得到这条曲线 你就可以预测在常温底下的结果 例如摄氏0度或10度这样的温度 假定这些反应在过去历史里面 经历的就是这样的温度 你就可以用来计算 在这样的温度底下的衰变率 而且你还可以在有氧或无氧的条件下 有水或无水的条件下 得到温度和它们的保存时间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一些已经很确定的科学 这些化学物不可能保存亿万年的时间 好,就是在实验室我们可以测量到 然后得到几乎是一个公式来形容 是,没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公式 好,我们得到一个公式 可以在现实情况里面 用来计算它们可以保存多久 没错 而你是说它们是不可能保存数百万年 是,保存不到,它们不可能保存数百万年 好,那些相信这些在腋癌里面的 恐龙骨头又这么古老的人又怎么解释呢 它有几个藉口 当马利思维拆博士公布了 柔软血管和血红球细胞发现的时候 第一个藉口就是 柔软血管实际上是细菌的产物 细菌侵入了骨头里面 形成了一些生物膜 这些细菌生物膜生成了柔软的东西 是近期的,明显是近期的 这个是很合用的 所以是近期产生的 于是马利思维拆博士就说 不过我并不认同这些说法 我认为那些的确是恐龙的组织 于是它就回到实验室 在恐龙骨头里面 找到蛋白质存在的证据 而且它找到的蛋白质是只有 或者追动物才有的 细菌是产生不了的 那就推翻了这种的说法 细菌生物膜是说不通的 第二个藉口就是一个想法 而且这个是马利思维拆博士自己提出来的 就是血液里面的血红蛋白 起了某些防腐剂的作用 就是血红素和它里面的铁元素 起了某些防腐剂的作用 没有做过任何的研究 好像我之前所说的 看高温度的研究 来判断这个想法可不可以 而只不过是这样提一提 人就立即想 有了我知道为什么恐龙骨会这样 但是要知道 那些跟血液和捐血打架到的血腐 他们真的很想知道血液可以用来防腐 因为在冷藏条件下 它只能够保存几个礼拜 不单单是这样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你应该会找到发石里面 血红蛋白和铁元素 没有均匀分布的证据 结果当然不是这样 因为血液和血管这些东西 连续在一起 它不是均匀分布在发石里面 所以实际上解释不了 这些东西如何保存下来 第三个藉口就是一些近期所谓的多士想法 是吗? 多士 是 那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呵 当你敲多士做早餐的时候 加以实际上是造成了糖粉和淀粉这类东西的交联 这是为什么它变成啡色 他们提议在发石里面 这些酵多士的情况都可以发生 糖和其他东西可以交联 这样就可以形成某种的保护 令到可以保存得更久 但多士真的会保存几百万年吗? 呵呵呵 不会啊 呵呵呵 好 所以再一次 也没有实际在实验室加温的任何研究 你都证明这样真的可以保存到这些东西 这里是在找一个救命草 以为这个多士的想法可恨 然后你做一些东西 例如安基酸这些外销船化 就是安基酸会随着时间 形成左右船混合的形态 这些是讲为人知的 而且有一个跟温度的关联 那样酵多士怎样阻止这些东西呢? 等等 所以确实在找救命草 而且现在有这么多的发言 是涵盖了很大的时间范围 所以他们这些想法 真是只不过找救命草而已 所以基本上科学证据指出 它不可能那么古老? 它不可能那么老 必定是年轻 所以那与年轻地球是一致? 与年轻地球是一致的,没错 那并不是证明地球是年轻 地球年老也没有任何证明 它不是证明地球年轻 但是它与年轻一致的 好啊 那我们进入到你的下一点了 我记得你提到碳14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我们可能需要先解释一下 它是怎样 碳14是一个放射性的一种碳元素 它按照可预期的方式分解和衰变 可以用来减定一些东西的年龄 特别是曾经有生命的东西 因为植物吸收二氧化碳 而其中有的二氧化碳 含碳14就是有放射性的元素 而不通常不是碳12 碳12是没有放射性的 所以它都含有放射性的碳元素 而且你和我里面都有些碳14 是吗? 只要我们还在吃食物 而食物是来自植物 植物就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它里面就有了碳14 动物吃了植物 如果我们吃了吃植物的动物 我们的里面就会有碳14 我们就稍微有些放射性 但是你死了之后你就不再吃 然后你里面的碳14 就会开始衰变 这样你确实可以用它来 鑑定一些东西的年龄 好 碳14是所有的生物都吸收的 但是一旦我们不再生存 它就开始离开我们的系统 是不是这么说? 没错 它就开始衰变 如果你没有再取代它 它就会开始减少 你可以来根据你观察的时候 仍然存留碳14的数量 你就可以估算它生活在什么时候 是的 这个就是它的原理 可以用在考古学和其他领域 但问题你一定需要一个方法去对它来教准 而且一旦超过已知的考古日期 它的可靠性就没有那么准确了 完全是看你怎样教准的 你知道吗? 它们声称有办法 但是我就有点怀疑 好 那碳14怎样可以成为地球年轻的证据呢? 是这样的 碳14的半需期 和很多放射性元素相比是很短的 它们本需期大概5,730年 你可以以为哇 那听起来很长时间 是的 的确是 但是 和某些半需期有上亿年的同位数 好像油啊 土啊 这些相比 就是非常之短 结果就是 每超过5,730年 它就会消失了一半 不需要用太多的数学 就可以计算到一件事 例如 10万年的东西 它就不可能还有任何碳14流低 因为已经完全衰变了 因为你知道吗? 你甚至可以这样说 如果整个地球都是碳14 没有其他的东西 过了一百万年 它就会消失干净 哇 这个只是说明 它可以有几快速的碳变 当然没有任何东西是8分8 碳14 实际上它只是占一个很少的比例 所以比起实际的数字 确实10万年之后 你就应该插不到碳14 好 能不能请你举几个 在不应该找到碳14的地方 发现碳14的例子呀? 好啊 你可以看看几个例子 就是他们已经用了一种定年法 被那些碳石鉴定了为亿万年的年龄 这是在进法量框架里面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年龄 但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也找到一些好像木头那样的有机材料 而我想 我们可以用碳14来拆这些木头 看看结果的物质 或者它里面应该没有任何碳14流低 因为如果那些年龄是对的话 我可以讲两个例子 这样的例子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位于坤士兰西部的民主兰礦 抗业公司有打探井 找回抗流低下来的转心 他们的报告说找到一些原武岩层 就是火山石 曾经是高温溶将在原武岩里面 他们找到一些木头 这木头已经烧焦了 于是我们就想 如果用碳14和木头策定年龄 就会很有趣 不过一个进化论的地质学家 发梦都没有想过 因为他们不相信里面有碳14 根本不会策到 但是我们不会说 我们不相信这些年龄 因为你知道这些原武岩 据说是有八千万年 我们不认同它的年龄 因为我们相信它在洛瓦洪水的时候 四千八年前形成 所以它的木头里面应该还有碳14 于是我们想办法拿了一些 它的样本有原武岩也有木头 然后安德鲁士来林博士 在我们的机构里面的一位记者学家 他将这些样本送去几个 监定年龄的标准的实验室 他刷出原武岩的年龄是几千万年 用甲瓦定年龄 但是他们在木头里面也找到碳14 如果原武岩真的这么久 碳14应该不存在 好啊 我们知道那些木头和原武岩 是同时间流下来的 没错是 因为这些木头已经烧焦了 它是因为接触到原武岩的熔章 才被烧焦 所以它一定是同一个时代 哦 它是被火山熔章烧焦的 没错 它不是后来放进去的 如果是的话 原武岩的时候已经冷却了 不会烧焦 所以我们知道木头和原武岩 有相同的年龄 好 你还提到第二个例子 没错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 是色尼的沙岩 按照进化论深时间的思想 它的年龄大概2亿3千万年 结果又有一个报导发现了一些 包裹着在沙岩里面的木头 于是我们就想 有意思了 我们认为这些沙岩在洛瓦洪水里面形成 也有不少证据来支持 所以我们就想 这些沙岩是在4千8年前 洛瓦洪水里面形成 应该这些木头的年龄一样 预期在木头里面找到坦14 于是我们再拿了一些木头的样本 拿去放射性定年的实验室 结果回到来 又是找到又坦14 如果2亿3千万年是对的 它应该不会还有这些东西 所以再一次 它是与圣经的时间框架一致的 以及与洛瓦洪水形成这些东西的想法一致 我想等一会再请你 讲关于沉积畜率的第三点 首先,坦14还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 好的,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在整个衍生就都发现了 衍生制地质处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含有一些化石资料 据称是涵盖了5亿4千1百万年的时间框架 这是他们被它订出的 但是在整段时间阶段里的花石都找到坦14 在那一层巨港是涵盖了5亿多年历史的硬石里面 没错,而且是贯穿所有的 从现在一直到5亿4千1百万年时间 整个地层都是含有坦14的东西 而他们不应该有所有这些定年为数百万年甚至几亿年的东西 他们不应该有坦14 但我们发现他们全部都有类似数量的坦14 而这样这些东西都是在罗牙洪水里面被掩埋 是吻合的 那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 你会预期所有这些定年超过10万年的东西里面是不会有任何坦14 而所有这些定年为数百万年数千万年亿亿年的东西里面都有坦14 而且他们里面坦14的数量都是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没可能 所以这样就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罗牙全球性的洪水里面被掩埋一致 那有没有可能是受到污染呢? 有没有可能坦14是以某种方式滲入了岩石里面呢? 后来滲进去也真的必须 你知道吗?是5万年以内 所以如果有某一些魔法般的过程 将坦14放入地质处 还以为整个衍生袖都放一样这么多 而且是最近的 怎样做到呢? 你知道吗? 他们很想说是一个污染 但是用坦14定年的过程里面 会检查到有没有污染 叫做坦13坦12比 是用来检查一些坦元素是否来自有机密 还是来自污染源? 就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或类似的东西 这些都是坦14定年法里面要检查的 所以这个不是答案 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 你知道吗? 有元素虽变变成坦14 但是要通过有元素虽变 产生这么多的坦14 你里面的材料必须要99%都是有 那就不可能是有机的东西 所以 我们没有找到油? 当然是没有啦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大量的油在这些东西里面 肯定不足以解释坦14的数量 当我们进入你的第三点之前 我们复杂一下你的第一点是 在亿万年的化石里面 找到脆弱的有机化合物 这些脆弱的有机化合物不可能保存那么久 好,那你的第二点? 碳14 如果那些东西是有亿万年那么老 它里面是不应该有碳14的 但我们发现它们一字都有 好,请讲你的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化石的存在 的事实就是表明了事物的年龄 因为要形成化石 你必须把它埋在沉蒸物或淤泥里面 因为那些在野外死了的东西 例如一匹马死在农场或野外 它不会保存到很久 几个月内就会被拆散被野兽吃了 沙拉到处都是 很短时间就会完全不存在 事实上 在化石记录里面 你不单单发现马甚至垂直的铅鱼 还会找到很多贯穿很多岩层的树干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表明 它们必须是快速的活埋 甚至是很普通很小的东西 都必须要被烟埋才能好好保存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淤泥才能形成化石 问题在衍生轴里面 就是地质柱里面的化石部分 它的时间是5.4100万年 你会问有多厚? 平均大约2公里厚 于是你就用个计数机来计 将2公里随意5.4100万年 你会得到多少淤泥呢? 每年0.004毫米 那很少哦 差不多每年是一张纸的二五分之一厚 那是淤泥层的厚度? 这个就是根据深时间的说法 在5.4100万年里形成的衍生轴 每年沉积的泥浆沙与泥念头 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几乎没有沉积到什么? 完全没有 这一点点的东西 是形成不了化石 好 就像你这样说 如果一只小鸟死在路边 你不会看到它门蠻地被烟埋 它会消失了 那它们怎样去解释呢? 它们没有解释 没有办法解释 有些地质学家 它们静静地承认有这个难题 但就没有人大声说 是 就差了几个数量级 一个数量级是十倍 这个距离实际相差太远了 和实际情况相差了几十万倍 要形成化石 你需要巨量的淤泥 每年一张字厚度大概二十五分之一 是保存不到任何东西 那我们怎样知道实际需要多少淤泥 又需要几快的沉积 才能够形成化石呢? 我们怎样知道呢? 首先它必须被烟埋 如果没有被烟埋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变成化石 每年一张字厚度的二十五分之一 你能够烟埋些什么呢? 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这样实在差太远了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化石的细节 都是很完好的保存下来 例如鱼的轮和所有东西 所以问题是 如果一条鱼死了一个星期 它就会腐败烂了 但你却发现它的鱼轮和所有部分都完好 还有那些保存下来的生物分子 好像蛋白质这一类各样的东西 而且还发现恐龙的轮都被保存下来 都发现一匹完整的马化石 所以骨头都连在一起 嗯 那条垂直树立的轻月都是完好的 并不是四分五裂散落到周围都是 还有观穿很多地层的树木 一棵树是不会站在那里 如果你每年只得一小小的泥 将要多久才可以将一棵树活埋 很久 小后来 你知道吗 那些直立的树 根已经不在这里 是 它们怎样给每年0.004毫米的淤泥掩埋的过程 里面还可以站在那里呢 有人用小鱷鱼做了一个实验 是 很小的 是 它们将鱷鱼埋在鱼泥里面 它要用多厚的鱼泥才可以把它握住 因为当动物死亡之后 里面会产生一些气体 然后它就会浮起来 是 然后它浮在那里的话 所以到底要用多少的鱼泥 它们发现至少20厘米 大概那么厚的鱼泥盖在小鱷鱼上面 你需要那么厚的鱼泥才可以握住 不让它浮起来 要不然它就会散了 我们说的20毫米厚 是 不是经过10万年 说到这里 每年0.004毫米 它们可以争辩 本来这里是两倍的物质 有一半被侵蚀 所以是0.008毫米 但也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有什么好的借口 很清楚 英万年的时间来虚扣 我们已经说了 軟组织 碳14 沉积的速率 你要说的第四点是什么 第四点就是 跟沉积的速率相关 就是叫做 新闻扰动 好 那这是什么 新闻扰动 就是沉积物被翻动 就好像你去海滩 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钓过鱼 有 看到虾尼 小小的贝雷 可以吃的 可以用来做鱼尼 如果你用你的脚趾 在沙里面 将它们挖出来 如果你的动作稍微慢一点 它们很快又会转回到沙里面 不见了 你又要再挖过 这种东西在衍生袖里面 一开始就有 换句话说 在韩武纪就有 五亿四千一百万年的化石纪录 显示这一类的动物一直都存在 还有鱼虫和其他会转孔的东西 海滩的鱼虫也是钓鱼的人最喜欢的 它们会捐在沙里面 它们转得有多快呢 我们发现在几个小时之内 这些动物就能够搞动十厘米厚的沙 所以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动 这就是亿万年想法所遇到的问题 在整个衍生袖里面的动物都存在 在那里 泛动沉精物 然后分层的结构都在 分层的结构几乎贯穿所有 几乎整个衍生袖都有分层的结构 这些分层结构是不应该存在 是否因为那些动物在那里 是因为那些动物在那里 把那些界线都抹走了 搞动会不弄走那些界线 所有分层的界线都会被搞走 因为搞动的缘故 好 但我们看到还有那些界线在那里 我们今天在哪里看到这些界线 在任何有切角的地方里面 我们都看到 例如我们开山收牢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分层的结构 是 在大甲谷里面会看到很清楚 而如果是以每年0.004毫米的速率来沉积 是不可能还会有这些存在 除非你能够阻止那些动物去翻动它 你必须埋得够心把它压死 是 而且你确实发现 这些动物的化石是完好的 两反的显寒都还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 当它们死的时候 关闭显壳的肌肉就会松开 显壳就会张开 所以你去海滩的话 你会看到山落地的显壳也是这样的 但活着的显壳是这样的 你找到的化石也是这样的 它是被淹了 并且被压死的 那它们是被活埋的? 没错 它们没办法逃走 你到底需要在上面盖多少 才能阻止它们反动 令它们走不了呢? 无法搞动呢? 你需要几十毫米厚的东西盖在上面 即是立即 并不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 如果你是一日一日盖少少 它就会被它翻起了 所以0.004是差太远 如果你要有十厘米厚来说 就要有二万五千倍那么远的差距 哇! 你知道吗? 这个亿万年 这个就是一个故事 而且不止是我这么说 实际上都有一些地质学家 你看我引用布罗姆1990年所说的 他是一个标准的细族地质学家 我引用他说的话 他说百分之百新闻扰动 指所有都被翻转了片 地层百分之百的新闻扰动 是底妻动物活动的自然结果 底妻动物就是那些转动的 没达到百分之百 或者这样的状态 没有被保存在岩石记录里面 这样的情况是需要解释的 那他们基本上是说我们不确定 我们不知道 我也想不到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相信亿万年的时间 他们就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他们头脑里面 亿万年的框架 就造成了一个迷 亿万年一定是对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是对的 但证据区说不是 你知道吗? 跟现实相差太远 但你知道吗? 我们被亿万年的想法灌输得太厉害 引被灌输得太厉害 他们就觉得是真的 必定是真的 而当你去到说地球是年轻的时候 只有几千年 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滑稽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这种观念灌输了 这种观念和证据并不符合 那你认为 或者是别人不接受 从这个证据得出的 在你来看很明显摆出来的结论?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头脑 被地球年老的想法占据了? 没错 在他们的思想里面 如果以为是错的话 是破识意的 因为难道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是对的吗? 你知道我们就把石头放在机器里面 就知道年龄的吗? 你看,挺简单 但这样是做不到的 好,我明白 白软组织 碳十四 沉积速度 生物扰动 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年轻地球证据 那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个重要是因为人被云曼联想法洗脑得太厉害 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说 这个我信不到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重要是因为人觉得 这个是令到他们没办法相信圣经的原因 但还有很不幸的是有些神学家 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接受英华年的想法 他们必须让圣经和这些吻合 然后他们就开始修改圣经 来迎合英华年的故事 他们怎么做到呢? 你看他们面对的是几亿年那么多的化石 这些化石记录是死亡疾病和痛苦 事实上在化石里面甚至找到癌症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动物经历的死亡不是温和的 是残酷的死亡 这些的记录在化石里面 这些神学家就上了地质学家的荡衣位 我们必须要接受英华年的时间想法 就在想我们应该在圣经什么地方里面 塞英华年下去呢? 你知道吗? 他们就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来 大概有15种不同的方法 有15种 因为里面没有一种是成立的 例如6日是几段很长的时间 恐怕是最常见的一个 是的 我听过 当圣经里面说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这些都不是24小时的一日 你怎样反驳这些说法呢? 是这样的 圣经很清楚说 每一日都有晚上有早晨 总共有6日 第7日休息 这是我们一周七日的来源 一日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人们就想了 因为有亿万年 所以我不可以相信这个 但当他们这样去做 这样去塞亿万年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够不放在亚当夏娃之前 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阿娃 是站在几英里厚的骨头上面 或者几公里厚的 意味着神造了一个 充满死亡和痛苦的世界 意味着痛苦和死亡在亚当犯罪之前就存在 这样就射入了福音 然后我们还读到 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晚物都要复原 那复原到亿万年死亡痛苦里面去? 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想想 这些会损害所有这些东西 那是为何这件事那么重要? 实际上 比起生物进化来说 重要得多的是 地球的年龄 因为他会将死亡痛苦和疾病放在罪之前 他将神变成一个丑陋的 创造死亡痛苦和疾病的神 那真正的问题是 神经的可靠性和神品格的完美性 绝对就是这样 多谢你 巴顿博士给我们这么多信息 如果有人想了解更多地球年龄的证据 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好的 有一篇101个证据的主要文章 你可以在creation.com的网站里面找到 网纸很简单 就是creation.com.h 好 谢谢你 布朗特 谢谢你